在林口有善心企业透过立委洪孟凯捐赠近500包冷冻的料理食品 要来帮助林口泰山巴黎地区的弱势独老 让他们在寒冷的冬天感受社会关爱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各界景气不佳 这时候的弱势族群更需要善心民众的帮助 林口洪心宏达企业善尽社会责任 透过立委洪孟凯将满满的爱心捐赠给华山基金会 我想最近因为台湾新冠肺炎景气也不是很好 我想这些录制团体可能都需要我们区业的捐赠 所以我就特别透过洪孟凯委员办公室的媒介 然后帮我介绍华山基金会 所以我捐赠一些冷冻调理食品 可以那些老人家冬天的时候可以温暖的过寒冬 洪达洪心企业这么有爱心的一个企业 赠送485包的冷冻最好吃的这个料理包 能够给我们华山的一些长辈 让这些长辈在这个寒冷冬天里面 能够吃到最热乎乎而且最营养好吃丰盛的饮食 另一位洪孟凯表示 洪心宏达企业捐赠近500包冷冻料理食品 在这岁末寒冬之际帮助弱势族群 虽然这些食品外包是冷冰冰的 但这样的善举却让人感到非常温暖 我们看到这个冷冻食品虽然说外包装是冷冰冰 但是人心乐乎乎 所以我们想说在这个天冷的冬天即将到来 是非常有意义 我们共同做这个见证 我们也希望未来中央地方一条心 结合民间的力量 让我们可以照顾更多的弱势的长辈好朋友 受到那个立伟洪孟凯的那个帮助 然后还有我们的领口在地的宏达这个厂商 愿意就是捐助这么多爱心食品 让我们可以就是发给领口区泰山区 还有巴黎区的这些在地的弱势的独居的阿公阿嬷 那真的是很开心就是我们长辈可以收到这么好的物资 站长彭采薇表示感谢企业的捐赠 帮助领口泰山巴黎区的弱势独老 让他们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社会温暖的关爱 记者胡宇轩领口采访报道